其实美国在中国大陆的 大的投资也不少 你看美光也好 这个苹果也好 星巴克也好 特斯拉也好 很多啊 中国大陆给了一个姿态 就是说美光我审查 我可以不让你过 也可以让你过 你既然是参议议长来了 我今天先透一个消息给你 你要不要平等对我 中国的贸易要平等待遇 这也是一个打牌的一个手法 call 对不对 我下了这个资本 你要不要跟 因为不跟大家玩 因为美国不是没有把柄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毕竟是14亿人口的一个大市场 当年基辛吉建交的时候 我们跟美国朋友也在讲 那么好跟台湾几十年的传统交易 怎么说没就没了 他说大陆十亿人口 一人喝一瓶可口可乐 我就赚翻了 这一句话嘛 对 大国博弈关键还是经济了 是 经济的筹码 这一次为什么 刚刚前面我补充你讲那个 这个一带一路 以前我们老以为一带一路就是一条铁路嘛 中欧半裂嘛 或者海上丝路嘛 但是我们看这一带一路这十年做起来 南美洲也有啦 中南半岛也有啦 这个中亚也有啦 中东也有啦 那这个计划就等于是全球性的一个计划 所以它现在摆出来就是我十年已经做出这个层级 我有五大诉求 参加的人就多了 第一个我不甘愿你的内政嘛 很多国家接受了美元以后就从此很悲惨 被人家限制这个限制那个 第二个呢 它上合会金专会的资金在手上 第三个 中国大陆基建实力在手上 说干就干了 第五个 美国搞的单边主义 我搞多边主义啊 哪个国家不希望多边交易啊 生产链不是被美国缺得零零碎碎 所以这个问题啊 中国大陆还讲 我四十年来没有对外用兵啊 我跟你不干预内政两个是互相呼应的 所以这一个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会议啊 它的号召能力已经到了 一百五十个国家想进去 三十多个国际组织要进去 这个声势就比那个G20要大多了 所以它一个第二个阶段的十年 白皮书也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重大的事情 美国那个案子只是 中美这个贸易作战里面的一个 小的一个博弈的手段 所以美国现在碰到也是几头烧啊 俄乌战争解决不了 对 这个中东这个巴勒斯坦跟这个 这个以色列 中国有一个优势哦 俄乌战争我是 公开全世界公认的调解人 我跟这两边都有交情嘛 你美国调解人都不行嘛 以色列呢 也是一样 对 将军你怎么看现在目前的这个警示 我跟观众讲啊 人性里面有善性的 有良性的也有丑恶的一些 只有战争的会把一个人呢 从原来是一个善良的人 逼得变得很残暴的一个人 加撒走廊啊 七十年来就在以色列的淫威之下 封锁了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老不幸是穷困饥饿迫害屈辱 在这么个长的时间 熨绕出来就是恐怖分子了 所以这些人一旦对以色列动手 你不要指望他会多和平 所以屠村的事情就出来了 回过头来看 以色列也是好人吗 第二天马上空袭 每四小时一波 炸了两百多个点 死伤了也是几千人 所以这个战争是相互以暴力相持的了 那现在这个责任我讲良心话 以色列有没有责任 有责任 你怎么可以把一个原先主居 在这个地方的人民压迫在这么一个 小小像台北市一样的一个走廊区域 两百多万人 百分之六十的人民是失业的 穷困 然后他当然出来一个反抗团体 那知道纳探亚胡是一个以色列里面 鹰派又鹰派的 他动员三十万人还不足 还要动员再加六万 再加六万 而且喊出来的口号非常可怕 他说要改变中东的局势 他要把所有加萨走廊人赶出去 那么赶出去之前 断水 断电 断粮 断 什么都断 我跟各位观众讲 人不吃饭可以撑十天八天 人不喝水一个礼拜都过不去 所以你这种手段再加上轰炸 轰炸里面有好几种不人道的武器 你们观众没听过白铃弹 黄铃弹 这种东西烧在身上 是一直烧到你骨髓里去 你泡水都解决不了问题 它在水里面还是燃烧的 所以这些东西战争没有什么人道主义 所以今天 你到底认为以色列队还是哈马斯队呢 很难讲 所以这个东西会很残暴的下去 我在这边预言这个战争很血腥 为什么 俄乌战争它还是同文同种的 它还有人道走廊让你疏散 这边的战争是什么 种族战争 不同的族群 民族战争 又是宗教战争 是的 各位把两千三千年下来看 所有的战争里面最血腥的 不是宗教战争 就是种族战争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平息的 所以中间 马上你看 以色列是处在什么环境 全是阿拉伯国家 回教国家包围了 北边有叙利亚 有黎巴顿 旁边有这个 巴勒斯坦 约旦 在下面还有埃及 它是孤零零的 你今天在人家家住 还要不断地扩充 在北边叙利亚的 狗兰亥 一天到晚搞囤捆区 加萨什所狼 把人家困在那个地方 七十年 只开放两个点 一个是给埃及做生意 一个是给 以色列去当二等国民的 这个低阶工人 所以哈马斯这是 利用工人的机会 把里面摸得清清楚楚 搞五千多发的 这个火箭战打 他明知道他打不过以色列 他真正的目标是 要唤起所有阿拉伯国家 一起来对付以色列 所以这个战争 不只是一个小小地方的 一个暴乱 将来会引起 中东地区的世界大战 其实真正恐怖的 就是这些人 这才是真的恐怖分子 哈马斯 号称四万人 很多情报机关 估计他只有两万人 要动员三十六万 以色列的精锐部队吗 对啊 你想一想嘛 你不想去把人家 种族灭绝 你会要用这么多部队吗 你会要用核子武器吗 所以解除一切战争的限制 那就是不人道的手法 全部可以用 全都要用上 全都要用上 所以核子弹的 白铃弹的 奇数大弹 在联合国里面都公认 这个是违反人类 这个战争 这个所用的一个凶残的武器 那这就是我讲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 总统 对 拉坦雅胡 跟这个防长 这些才是恐怖分子 一共才两万人的敌人 你要用三十六万 你不是图屠城吗 孙将军他会不会觉得说 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孔 他不仅仅是来自于哈马斯 或甚至可能更多 其他的一些组织 以及其他的国家 你听我讲 他因为拉坦雅胡已经讲了 我要改变中东局势 就这些人我把他统统赶走 那哈马斯就准备给你搞成人作战 所以这个战争 一旦地面部队出动 将来更恐怖 所以你看美国 美国的反应 他已经在中东地区 被中国大陆搞得已经 这个伊阿协定 这个伊朗跟这个沙奥地的协定 沙伊复交 都给他搞了 他这次这个事情出来 第一个 美国自己就是犹太人 在后面操纵的国家 当然拜登要去 航母要去 布林肯要去 为什么 他这个时候不去 他美国国内都不会原谅他 第二个 我在中东要扳回颜面 就是说我照得住 我镇得住这个局势 两艘航母一摆 你旁边这些小国家 就不要想什么阿富汗 不敢蠢动 什么这个北边的黎巴顿 伊朗 你们就不要想蠢动 不要介入 但是问题在哪里 拜登能不能让纳探亚胡刹车 如果拜登制止不了 纳探亚胡的刹车 纳探亚胡一旦是进军到 这个加萨走廊 这两百多万人 就任你这样屠杀吗 因为你昨天的那一轮攻击 两百五十四空中攻击 那个残酷的场面 只是花绵没有出来 跟你前面 那 偏偏哈马斯也是一个 很糟糕的一个 绑票了一百多个人质 又用伊斯兰那种手段 斩首还要拍一个电影给你看 你这样子刺激不是双方 只有更血腥吗 对 更血腥嘛 是 因为 纳探亚胡要进军的话 就是城镇作战 对 城镇作战两万个哈马斯 裹挟了两百多万的老百姓 与成巨王 台湾老百姓大家想一想 城镇作战是什么下场 是啊 我们要不要被人家裹挟 那今天哈马斯就是这样搞 我有点补充 不错 美国的政治人物 金融界 好莱坞 媒体是被犹太人控制的 但是我在美国接触的美国人里面 对犹太人并没有好感 美国人的一般的社会里面 对犹太人是有点排斥的 但是没有办法是全力掌握在那里 我们就讲我们个人好了 我是个军人 我们当年在学战术 学战术的时候 非常崇拜以色列人 我在美国也跟他们同学过 的确很优秀 他们弄出来的战术战法 都在世界各国算是一个典范 就是当年中东战争的时候 但是你要看历史的话 你有同情巴勒斯坦人 你也会同情那边 这样子被欺凌 被压榨 被逼的 所以才产生这些恐怖分子 所以这个东西 美国大学生不是没有知识 他们也看了历史 所以说一面倒是你政治上的人物 跟你全力所操控的一面倒 支持以色列 但是在全世界 在阿拉伯世界里面 还是不会认同你这个做法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i know you can do it sak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